中文童话 到了晚上就回来享用偷来的东西 但艾伦一点也不喜欢这样 我不喜欢这样 你不喜欢吗 那就给我吧 我全吃掉 什么 不不行 我是这里最瘦的 把它给我 你怎么了艾伦 你为什么不喜欢食物 不是食物的问题 而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我不喜欢偷窃和欺骗 我想过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生活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呢 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食物 和我们想要的金子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呢 我认为我可以 我明天就要离开 我要过更好的生活 随你的便吧 对我来说少一个人吃东西更好 你 不 你不行 我要得到艾伦的那份 把你的手拿开 你们都安静点 第二天 艾伦独自出发了 他前往另一个村庄 开始了城市的新生活 当他到达村庄时 他坐了下来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至少应该找到一个能够工作的地方 和一个能过夜的地方 我要怎么做呢 哦 哦 亲爱的 我的苹果 呃 别担心 我都给您捡起来了 拿着吧 哦 你真是个好人 你一定很饿了 你想吃一些苹果吗 哦 不 我不能够拿它 它们是你的 你确定吗 我看你确实饿了 是的 我很确定 我一点都不饿 哦 好 如果你不饿 那是不是有只小熊在你肚子里叫呢 给你 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可以再买 非常感谢 艾伦很高兴 他饿着肚子吃光了所有的苹果 老太太看着他 笑了 你是谁 是本地人吗 呃 不 不是的 我的名字叫艾伦 我刚到这个村庄 我需要给自己找个地方住 并且找到一份工作 是这样吗 那你 为什么不和我住在一起 在你找到工作之前 我可以给你去吃的 哦 你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 不用客气 从那天起 艾伦开始和老太太住在一起 她是一个非常热心的老太太 对她非常好 艾伦常常想知道如何才能报答她 她终于找到一份乔夫的工作 她每天都出去砍柴 然后卖掉 她的收入并不多 但是不管她挣了多少钱 她都会分一些给老太太 一天 当她出去砍柴时 她陷入了沉思 我今天必须砍很多木头 昨天家里没有多少食物了 如果今天能够多卖上一些木头的话 我还能够给老太太一个惊喜 甚至我们还能够大吃一顿 她沉浸在想象的幸福里 因此当她砍树的时候 手中的腹子不小心滑落下来 吊进旁边的河里 哦 不 这是我报答老太太的唯一方法 我现在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 河仙突然出现了 乔夫看到她很惊讶 河仙看着这个可怜的乔夫的脸非常同情她 你好 年轻人 我是这条河的仙女 发生了什么事吗 哦 是的 我的斧头掉到河里了 它是我唯一的生活来源 哦 别担心 我去帮你拿 河仙用她的魔法制造了一个漩涡 漩涡里生起一把美丽的金斧头 上面镶嵌了美丽的红宝石和绿宝石 河仙微笑着把金斧头给了艾伦 这是你丢的斧头吗 哦 不 那不是我的斧头 你确定吗 是的 我非常确定 好的 让我再看看 河仙再次使用仙女拿出一把金斧子 它拿出上面镶嵌着人们能想象到的最美丽的宝石 这个一定是你的斧头吧 拿着吧 呃 对不起 但这个也不是我的 河仙笑了 再次使用了魔法 这次他终于拿出了巧妇的木头斧子 就是这个 这是我的斧头 哦 谢谢你 仙女 我给了你像满宝石的金斧头和银斧头 但你很诚实 你只要求拿到你自己的斧头 我对你非常满意 仙女把金斧头和银斧头都送给了艾伦 艾伦很激动 他谢过仙女 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他用斧头从那里得到的钱 为老太太建造了一个美丽的房子 他们过上了更舒适的生活 有一天 艾伦在村子里和一些人谈论着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他们都很好奇艾伦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你是不是偷了别人的金额 我没有偷任何东西 我只是运气好一点 他向周围的人解释了在河边发生的一切 有一个叫詹姆斯的巧夫朋友 邪恶地咧嘴一笑 我就是这样从河里得到两把斧头的 河心非常的善良 他似乎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仙女 那天 詹姆斯带着他的木头斧子去了河边 他魂固四周 确保没有人在看他 当他觉得安全时 他就把斧头扔进河里 夸张地大叫起来 哦 不 我的斧头 我唯一的生活和食物来源 谁能来帮帮我呀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道光 河仙出现在他面前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哦 善良的仙女 我的斧头掉到河里面了 你能帮帮我吗 别担心 我去帮你呢 嘿嘿嘿嘿 仙女用他的魔法制造了一个漩涡 詹姆斯瞪大眼睛 她来让他目不转睛 这是你的 是的 是的 那就是我的斧头 太谢谢你了 詹姆斯伸手去拿金斧头 但仙女对他的行为没有好感 你这个可怕的贪婪的人 你的不诚实让我很不高兴 我不会给你金斧头 也不会找到你真正的斧头 你走吧 说完 河仙就消失了 留下詹姆斯一个人在那里 伤心和失望 他太贪心了 现在不仅失去了得到金斧子的机会 而且连自己的斧头也弄丢了 当艾伦听说这件事时 他为詹姆斯感到难过 给了他几枚金币 给你 拿着这些硬币给自己买个新斧头 但记住我的朋友 只有诚实才能获得回报 詹姆斯哭了起来 他非常感谢艾伦 那天晚些的时候 当艾伦回到老太太的房子时 他发现原来的小屋 变成了一座非常豪华的房子 艾伦感到震惊 什么 我在做梦吗 就在这时 他看见地上有一封信 他捡起它 信上写着 亲爱的艾伦 你不仅诚实 而且善良 照顾好自己 爱你的 河中仙女 我是说老太太 艾伦不敢相信和他住在一起的老太太不是别人 正是那位河仙 泪水从他的眼中流出来 他笑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艾伦收养了几个孩子 把他们抚养成人 让他们成为诚实善良的公民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爱的不仅人 幸运 三条 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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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集 二集 三集 三集 二集 五集 五集